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可以讲讲这个Laser 现在Laser能否影响到核子的内部? 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 需要多些解画 我不知道听众有多少位是明白到激光为什么会产生呢? 以及激光现在我们应用起来的时候 它是跟譬如我们有些东西要照激光 我们是怎样用那个激光 它是有什么物理机制令到它产生一个用途呢?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激光是化学人都会说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激光的产生或者激光的吸收 和它和那些物质的相互作用 其实就是一些光和一些化学的东西而已 所谓我们在讲化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元素周期表上面的东西根据它那个原子 它外面的原子外面的核子 不不不就是外面的电子 sorry 它的原子核外面的电子 那些电子层和电子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实就是化学反应的意思 就是我们讲氢气和氧气 为什么会化学变成这个H2O 其实就是氢气的外围电子 和氧气的外围电子 它们互相分享外围电子 然后组成一些特定的组合 就成为一些特定的化学分子 所以这里简单地说 所谓化学其实来来去去都是 就是一个原子外殼和另外一个原子外殼 相互作用给出来的一门核物 就是这些化学 那我们之所以能够产生激光 那就是这些原子外面的那些电子 在那儿跳上跳下 那它就放光 OK 我们将这些光适当地去 就是摆成一个很好的适当的条件的时候 它们就会一个激发另外一个 然后同一时间 向同一个方向去放那些光出来 那这个最后就变成了激光的原理 那我们很多时候讨论这些这样的化学 和这些这样的激光的光学来说 你只需要拥有一些化学的知识 和那些叫电子 究竟那个能阶是在高能阶还是低能阶 然后它怎样去跳跃那个能量 由高能阶跌到低能阶的时候 那个差异是多少 接着我们就知道出来的光的那个能量 和频率是多少 那这些东西呢 是高中那些这样的物理学学生 懂得计算的东西来的 这样的 但是呢我们也要提一提 物理学里面呢 我们所谓的几个基本的作用力 很多的作用力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叫做去玩它的 玩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 我们能够用到它 但是你想我干预介入到它 咬它按住不要发生住 然后我喜欢你什么时候发生才发生呢 很多时候我们是 很多是介入不了的 逐个数一下吧 就是物理学家认为四个基本的物理力就是 就是电池作用力 电同磁 其实我们很懂得驾驭电同磁的 我们懂得什么时候产生电池波 什么时候吸收电池波 我们做通讯 我们懂得用整摩达 整发电机 其实我们就是在驾驭电池作用而已 是不是 我们整个东西有个线圈 放在一个磁碟里 接着移动它 它就发电了 就是Faraday这个人 他就是教我们如何驾驭电池作用 Maxwell这些人 去给了一套公式来整个电池理论 我们什么时候放光 什么时候不放光 什么时候会有通电不通电 我们很清楚的 电池作用我们驾驭得很好的 接着万有引力作用呢 我们就是量得到 但是我们不是很驾驭得到 我们只是知道多些物质 就多些重力 少些物质就少些重力 我们想弄多些我们假的重力感觉 我们就将这件事转快一点 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个离心机里 就好像我们感受到高重力多些 我们去到第二个星球 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 尝试适应重力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叫做 把重力好像开关制那样 要去开一开山就山 所以你说第一节讲的太空任务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面对着 一个重力给我们的限制 我们怎么去适应它 令到我们能够适应它利用它 令到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还有两个镜力我还没数的 就是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 这些东西都是在核子层面发生的 这些强弱作用力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那些什么 原子弹原理、辐射原理 你就会很容易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些在核子层面发生的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核反应呢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 我们可以按键开就开,关键就关键 就好像譬如我们现在建的一些核电厂 里面呢我们虽然说那个核电厂的窝路 就叫做可以叫开就开,关键就关键 但是其实所谓关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将那些核元素 很活跃的核元素 将它拉开分离一点 令到它们不要靠得太近 不要产生那个连锁反应住 它们自己里面都是很弱的 继续去分裂 我们一个有二、三、五这些原子核 它们什么时候分裂不分裂呢 我们没有办法介入到的 因为这些完全是在核子层面发生的事情来的 那就是说呢 那些核元素 我们将它要合埋很难 它分裂它完全是自主的过程来的 我们介入不了的 然后就是一个原子核里面 它们有时就会分裂给α射线 有时就给β射线 给β射线那些就是一些叫 牵涉到弱作用力的那些东西 那我这里不一一细讲 但是我只想说这么多话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想说一件事 这些在核子层面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驾驭的 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星期为什么要特意拿这件事出来说呢 就是我自己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有一件我都挺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有人真的设计了一个实业 它可以给到用一个激光 射下去这个原子的原子核的时候 成功能够激发到这个原子核里面 那个原子核里面那些能阶的状态 但是这件事我们是以往做不到的 以往我们最多能够做的事情 比如你说你射个激光去烧焦一些东西 其实什么为之是用激光去烧焦或者烧熔一些东西呢 就是你的激光射到那个目标物的时候 那个目标物里面的化学分子 它能够去叫做吸收到激光 将激光一些的能量转化了 变成它的热能 于是它就好像有鼻火点亮了 那自己就变质就烧开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里面牵涉到的就是激光和你的化学分子的相互作用 所以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光和化学的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可以将一束光射到原子核里面 就不是原子的外围电子那里 我不是玩化学的东西 我现在试一下用光 直接跟原子核做一个相互作用的反应 终于我们发觉在这个礼拜 是有人尝试去挑战这个东西是做得到的 它里面就揀了一个叫thorium的这种元素 现在thorium这个元素其实很多国家都是想玩它的 用它来做什么呢? 就想用它来建立下一代的核子反应堆 它需要挑选一种很独特的thorium 这个叫做的一种核元素的同位素 就帮它做这个东西 原来这种thorium这种元素还有一个特色的 它里面原子核里面有很多粒这些电子和中子 都放在一粒里面的 它里面的东西都有所谓叫做高能阶和低能阶的状态 不只是电子有的 原子核里面都有的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射出光去令它激发了上去高能阶里面呢? 然后让它自己跌回到低能阶里面放一粒光出来呢? 以往我们不会想到这种东西的 因为我们纯粹认为核子 不是我们人类科技能够碰到的东西来的 我们人类科技最多有能力就是碰到原子核外面的电子 去玩它的电子 令它喜欢跳高就跳高 就是跌回来就跌回来 原子核是一个未有人挑战成功的世界 所以我自己就情有独钟了 对于这些核子物理学的东西 一看到我自己就觉得很厉害了 那这个星期就有人去报告了就是说 它们能够成功地克服了一种技术困难 就使它成功找到一种激光 可以直接激发到 Florium原子核里面的一个能量状态 那你说这个能够影响到那个内部结构 它是透过那些什么的原理 它射的激光是否要很小很微 射中那个核心才有那些 最重要是很对 这里又要讲一些原理上的事情 譬如说激光它很有趣的 它那个里面的颜色是很独一的 因为它里面每一个光子的频率是很一致的 就不会像我们太阳光 太阳光里面一阴光灑出来是什么频率都有的 那就是当然这个成份可能有高有低 但是就是很集乱频率的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摆个三菱镜 给太阳光一出就一条彩虹出来什么色都有的 但是如果你说一个普通的红色激光 普通的绿色激光 你给个三菱镜它出来就是红色就是绿色 它不会拉了一条彩虹出来的 就是因为里面有的光的成份是很单一的 这个是有赖于 那个原子它产生的激光出来的时候 那个能量那个能阶 那个楼梯级 那个高能阶和低能阶之间 那个距离是很fix的 很死的 不会说很任意的 使它给出来的光的频率就是很独一的 所以无论你要那个原子 由高能阶跌到低能阶放那个光 那个光是很独一的 或者反过来你要给一个光 令到那个原子 那个元素由低能阶上高能阶 你是要很合适那个能阶之间 那个楼梯级的高度 你如果那个光 比下去的那个楼梯级的高低度不对 它就当你透明 就不会有任何反应发生 所以呢 就是你要能够做到激光 就是你要能够激发到一些东西去上去 你给那个光要很合适才可以 这件事就是什么呢 是量子世界一个很独特的特性 量子世界里面就很多是一格格的了 你就是你要纳上 就是很有趣的 我想纳上这一级楼梯 多又不行少又不行 就好像你去买东西去做买卖的时候呢 我是买12元就12元 你不要给我12.1 你不要给我11.9 我就是收12元而已 多一毫不行少一毫不行 但是如果你说量子世界里面更狠 它是少数后去到7个位这么准才可以 就是用我刚才给钱的比喻就是 你给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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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元 我都不收 我都不找 你给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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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不收 我都当你透明 我不做这个交易 我就要你给很准的数字才可以 就是在量子世界里面 这些光和这些量子物质的相互作用 是一些很 就是很多时候 是牵涉到一些很弱速性很大的条件来的 那这次呢 是用光来去激发这个原子核里面的 这个核子那个能阶状态呢 你又是 它要找一个 就是8.31多能量单位的一个光 而且就是那个误差 是要少数后去到第六 还是第七个位都要很准的 那个很适合的那种光射下去 它才能够给到一个反应 那所以为什么一直以来你要找它 就是那个究竟 它就是那个 哪一个才是那个magic number 令到你可以成功激发到它呢 是找得很辛苦 就是第一 你要量得它很准 第二 你产生那个激光 亦都要产生得很对位 它才能够给到反应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研究它最难的地方就是 它能够摸清楚了 Florium这个元素的那个特性 然后做到那个激光 也是很准很准 令到它一打下去的时候 就有反应看到它成功激发 所以有人说 哦 暂时看到的应用就是 哦 你可以叫做 去点着到这些 在原子核里面的这些这样的能阶 你可以玩去这些这样的能阶的高低 你可以做一个更加准的中 但是你问我呢 我就觉得呢 潜在那个的贡献呢 那个意义呢 远远大于这样的 因为呢 大家想想想 当在20世纪的中期 我们第一次成功 去把那个原子 外面的外围电子 它的能阶去玩来玩去 就玩出我们今时今日的这套激光科技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 如果我们能够把光和核子 都可以用我们人类的手法去介入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出来 我们找到一个元素出来 它是给一个特定的激光下去 令到我很容易触发到它里面核子的反应呢 那这样我就 现在讲的就好像很科幻 就是现在就是说 以前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世代就是 我可以用激光去点着一些化学反应 就是讲的笼统一点就这么说 去促成一些化学反应 我们将来会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利用激光就可以随意去武动 去叫做 随意去开关去驱使一些核反应发生呢 那这个我就觉得 我就认为最恐怖的潜在意义是在这里 哇 你说下去 是不是将来有那个激光原子弹呢 是的 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东西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节 大家可能有些听得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名流史冊的 就是 是的 会不会是一种 不要说是一种武器上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是一种 有一样东西最后令你很有用 你由激光去点着一个核反应 那个核反应可能是 不是武器来的 可能是一个能源装置 而且它可以令到 我们以往现在弄得很辛苦的 那些核反应变得很轻巧呢 会不会可以呢 那这样就 可以叫做 留下大家去慢慢的心思 就是会不会可能大家想到 可能外星某文明 一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东西 是你人类那么差的 他们可以有更加高科技的东西 我觉得呢 作科幻故事呢 这个就可以一个突破口了 这个就是其中一条路 那要提一提了 它那个研究的机构呢 就是维亚纳工艺大学 那这个证明维亚纳在奥地利 在那个量子的研究方面 是的 奥地利玩量子的东西 就超乎你想像的了 是的 那这次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就回来 嗯 神秘的东西第一节 2022神秘的东西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件 嗯? 话说呢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身出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 几涛你怎么看呢? 这件事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这里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涛在这里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去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涛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所以我们是企图 对啊